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国民经济出现了严重困难 这一年在毛主席亲自率领下 中央领导几乎全部深入到了一线调查研究 作为周总理专职摄影的我 也随周总理从贵阳的花溪 赶赴河北武安的革命老区博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把层口再过来 嗡嗡嗡的一家伙响起来 是哪个首长 你看看 你看看 你这脖子黑的又几天没洗了 几乎缩子这 把那东西搁一边去 首长是来调查研究的 面子的时候不要 说过多少遍 当干部就要有个当干部的样子 越是困难时期 越有个面貌 来 咱们是革命老区的干部 是 好好洗洗 要不首长哪像咱这儿来呢 咱都都能活动点啊 那些爱说怪话没话找话的落后分子 都关处理好了 全关起来了 关得可严实了 一个都跑不了 都关一块堆了 那些人的有些人 你们房子是邮人 又好 谁就是他 也不说 他不能革命 这些人啊 跑了 遇到这时候 看这架势小不了 连省长都去接了 刘邓大军 防之书没摇个电话过来 哪个首长 报纸上见过没 急 急不上 快 进屋传出去 听着 关切地询问 每个人的名字 家里几口人 有几个状劳力 困难户 无保护 应该如何对待 哪怕是重复多少遍的事 宗理都要一一记录下来 反应最多的 还是吃饭问题 宗理刚才说 他还会再来 来不了 他每年也要派人来看望大家 他 后来果然是这样 还是阿娘会恰时候 周总理 阿娘做的拽面趁热吃了吧 林弟他爹 你这是哪儿来的拽面 正好 阿娘交代了 让阿一定要看着你们俩吃上 当初刘东大军来的那回子 阿娘就给他们做过这儿 都说香好吃 是 俺去食堂拿碗筷去 马秉叔 你去看看连弟家 什么东西没有了 我想应该是老人家的寿材 摆在纪院子左边的小屋里 好 最好不要让老人家看见你 明白 屋里的面怎么办 怎么给连弟奶奶送回去啊 不能送 要让连弟爸爸看着我们吃下去 不吃 老人家今后的生活不会快乐 老人家就知道不能走 他就知道不能不能走 不能舍得把阿娘的心意 扔着屋里 周总理 邓大姐 进屋吃吧 好 这些宫舍干部 这些宫舍干部 从下午到现在 一直躲避着总理的目光 这是我们在这里的第三天了 总以为总理今天能早点回去休息 可是到了晚上 总理也没有走的意思 白天还跟他们一起处理各种事情 邓大姐 都热了两回了 先吃一口吧 中午的这面吃得太饱了 我还很少看见总理那么大口大口地吃饭 看见他那么吃 我也跟着口大起来 路上我看见连弟爸爸又蹦又跳得 开心得不得了 连弟奶奶应该更高兴 老人家的寿财送回去了吗 没有 总理说要我们走了以后再送 马列把他暂时放在郭主任家了 我走 大姐 你们俩的钱可没剩多少了 希望我们记录下来的这些情况 在总理向主席汇报的时候 会有用处 哪怕是一点点 好了 都回去休息吧 周总理 棉哥 您还来不 来 向毛主席汇报以后 对大家要有个交代 周总理 俺说句话 您别生气 说 别向毛主席汇报那么仔细了 他老人家够上火的了 见他不上火的 说几句得了 其实 俺刚才让您撤了俺 不是因为俺这个事做错了 俺没错 你们哪个不是为了俺们好 是俺们没觉悟 国家高估了俺们 那你说说 理错在哪儿了 官人 您没来之前 俺把盛德他们 关油店局后屋了 这件事我调查过了 虽然不是你亲自关的 但你要负主要责任 是 翁脸啊 看来你父亲打那几下子 还是应该的 好好向他请教吧 否则你这个主任 真要缓缓了 周总理 周总理 天黑 您慢点走 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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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 看把你能的 还指挥上周总理了 你到底想干啥 不想干啥 俺就是不想让毛主席 知道咱这的人啃书皮 撸书叶子事 你以为就俺们这样 妈 全国人民都这样 都这样也不说 解放监裁啥苦啥罪没遭过 咱是革命老区 老区人民最理解共产党 现在是啥时候啊 就连那个苏联老大哥 都趁咱职危 逼咱们还债 咱自家出点沙子 算个屁啊 犯得上 鸡嘴压嘴的喊叫吗 前几个月 那八个字就下来了 第一条就是调整 为啥要调整啊 为啥外国人 又开始算起咱们 欺负咱们呢 别以为国家傻 就咱自己聪明 那毛主席还说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呢 周总理上咱这儿 是来做调查的 调查了才能调整 毛主席不能上火 还能表扬咱呢 你没看周总理 还要跟二婷交朋友呢 等等等等 不跟你们说了 你啥都不明白 赶快 来 敢叮嘱那几个好说话的 免个周总理再来 轰得远远的 难杠子下地 都难杠子去 上午从分 主席 我是恩来 恩来 这个时候打电话 一定是有急事要讲啊 是 主席 我们有三个 急需解决的问题 第一个 是公共食堂的问题 凌晨三点钟 周总理跟毛主席 通了很长时间的话 三天的日夜调研 毛主席会有什么指示 从他们的表情可以看得出 这个电话太重要了 邓大姐最了解总理的心思 他一直目不转睛地 注视着那扇窗 放电话 杨三点钟 请用 词 周总理 这早啊 这是你家吗 俺家 我能进去坐坐吗 能 能能 周总理 屋里下不去酒 您坐这儿吧 孩子们还睡着吗 俺叫他们起来 不要打搅他们 我悄悄进去看看 我 快快快快快 我独立候着你 说话周总理就到了 主任 主任 干啥 安平军营里的人说 昨儿个大半夜那会儿 周总理跟毛主席通上话了 时候可长了 说得快天亮了 坏了坏了 毛主席一直着急上火了 好 二婷 我和邓大姐商量过了 想替你给抚养一个小孩子 把他带到北京去 你放心 你放心 虽然我们自己没有小孩子 但是我们身边有很多孩子 好 抚养小孩子 等大家有经验 我看 就带那个最小的吧 他叫什么名字 永福 这个名字好 永福 等他长大了 再把永福送回来 你随时可以去看看 姐姐哥哥们都去 你离开 永福 你不能带永福走 你不能带永福走 我不是怕给你找麻烦 也不是舍不得永福 是永福他娘临走 就嘱咐阿姨一句话 不管多苦 也要亲手把他们带到 阿姨应他了 阿是个汉子 说出的话不能变 好 二婷 今后有困难掌握 周总理 总理 听说你昨天没敢回家 俺 俺常不回家睡觉 盲主席裁养了 你们晚上咋都不睡觉呢 看看 看看 闯祸了 闯祸了 周总理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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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凤凌啊 借你们这个用用吧 哎 哎 用 你说啊 嗯 家家户户的喇叭都打开了吧 开了 田田地头全开了 那好 说啥呢 周总理想说啥就说啥 周总理你也说吧 嗯 博言公社的社员同志们 我是周恩来 知道你们都很忙 开会传达需要过程 毛主席说 一定要让你们每个人 都要及时听到 毛主席说 他赞同张尔廷同志和大家的意见 大司堂还要不要办下去 要博言人民自己说了算 如果大家不愿意 可以立刻解散大食堂 回家自己做饭吃 毛主席说 虽然现在我们国家很困难 解散了大食堂 大家还是吃不饱肚子 但是我们有决心 有信心 根据实际情况 认真细致地 调整完善 彻底解决农村的政策问题 你们反映的情况 毛主席的秘书 一直在审边记录整理 毛主席说 他要立刻匹服下去 发给中央局各省市 自治区党委参考 毛主席 要我带他谢谢大家 他说 老区人民 是我们建设国家的中流砥柱 有老区人民对我们的信任 对国家的关切和热爱 我们没有过不去的关口 请你们放心 我们以最快的速度 调整好你们的生活 好 由于我们缺乏调查研究 使大家受了苦 吃不饱饭 我们应该向大家道歉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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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等着 老闆哥 老闆哥 俺刚才一直提着心 怕你把那个宣布了 你早起从家里一走 俺这就后悔了 俺跌量来跌量去 这小子还是可靠 周总理 您要是打心眼里想撤俺 就宣布吧 俺再争取 你还真硬硬 老闆哥 老闆哥 来 你可答应我了 不再打他了 周总理啊 照说这小子 这前几年表现得不赖 他跟上头没说过假话 瓜佛夸风那一会儿 他还跟俺商量上北京告状呢 现在都知道咋的 没实话了 凤林啊 你也是快二十年党龄的老党员了 听你父亲说 你从抗战时期到解放战争时期 为我党从放哨到运粮食 到做饭 没有一次误过事情啊 是的 有一次在草堕里 差点没叫小鬼子把他捅死 现在他腿上还有一尺长的刀疤呢 每个人都有改正错误的机会 只要不是一错再错 只要大家原谅你 周总理 他们能原谅俺 他们都说俺国傻子没坏心眼 刚才听了毛主席的话 俺全明白了 官口上俺错了 俺不能再错了 千须谨慎谨慎 实事求是 这八个字俺记在命里了 好 那几位多战群众粮食的干部 一定要处理好 是 第一要还 如何还 自己想办法 是 第二 要做深刻检查 如果群众不原谅 要离开领导班子 严重地 可以当内处分 这一刻起 博言公社的百姓家家都有了生机 这也是当时全国第一个 解散公共食堂的公社 我们随总理走在路上 虽然总理听到笑声 偶尔也会笑笑 但他脸上最多的 还是忧虑 这是我们在这里的 最后一个晚上了 听火房说 今天总理不光喝了稀饭 还吃了干粮 然后透过窗户 又看见他坐在办公桌前的身影 大家都知道他的习惯 无论走到哪儿 都要把总结报告写好再回去 绝不会留到第二天 更不可能回去再做 我的字写得太草了 我来念吧 你认为这里边 在哪个方面可以体现在你的报告里 很多地方 妇女问题也是农村的大问题 你记得很详细 那我从头念吧 确实太草了 不是太草了 是字小了些 老花经 总是追不上老花炎了 试试这副吧 你病了以后 就发现你看东西吃力了 来的前几天就配好了 比原来的各加了五十度 左边的两百三了 右边的两百八十多 不是为了看清你写的字 还不肯拿出来吧 总希望你病好了以后 会恢复 老花炎越老炎越慌 恢复不了了 嗯 清楚 去休息吧 这些天你这么辛苦 还要照顾我 你的胃病我好像都没有问过 对不起 好些了吗 还疼吗 你问过 你还嘱咐许明 让我按时吃药 放心吧 不疼了 你还有话要说吗 你先忙吧 困了我就去睡 你 你是想问我 是不是去找我张儿亭 知道你忙 许明特意跑到县城 给孩子买了身衣服 我们剩下的钱 也只够买一身的 是两岁吧 是两岁吧 怎么了 是不是二婷 不舍得我们把孩子带走 仔细想想 如果是我 也会不舍 也会不舍 有谁想带走我们身边的孩子 你会舍得吗 舍不得 舍不得 一定舍不得 我们还会过去吗 要过去看看 道个别 也许以后 再没有机会来博言了 这里所有的人心里都明白 周总理要离开这里了 没有人知道宗理走前还会不会再来 可是他们天不亮就过来等了 来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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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紧 不能紧 得周总理让个道进来 越紧越没道 别堵着 来 来 散开散开 让还一条道 咱可是老区的人民 不能不能这个礼 让个道 得周总理留个道进来 来 周总 走 孩子们 周总理 小王老师 保重身体 周总理保重 老人家 老人家 你的拽面真香啊 谢谢 周总理啊 再来 我和你拽面 连弟 周爷爷要走了 周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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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周身体 端 想 周身体 把 周身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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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要来啊 你还要来啊 好 这一天 我拍的照片最多了 后来总理看到这些照片 眼里总会有泪花 他常说 在薄言的四天四夜很难忘 老去人民很难忘 是他们 推动了当时调整农村政策的方向 又一次为党和国家做了重大贡献 今天的薄言人民说 他们能有今天的幸福生活 是周总理给的 周总理 永远活在他们心里 五十年 一百年 永远 世代相传 有可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